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只是抱着逝世的心态 不过后来他慢慢喜欢上这项活动 虽然听力受损 不过洪杰说这并不影响他在龙洲队的表现 洪杰说听长人士不是靠听 而是靠看 靠感受来滑龙洲 我们会利用手语 也利用身体语言 去表达我们要的东西 就例如我们要他们开始滑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手举起来 然后他们就会准备好 然后我们一放下手 他们就会开始滑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在比赛有最后冲刺的时候 我就会用我的脚踩那个船 所以会发出震动 他们感觉到震动 就是要出最后冲刺了 他们就会去了 洪杰透露 自己也曾经参加过 人民协会的龙洲队 但因为教练是通过口头发出指令 有时他会抓不着头绪 现在的龙洲队 教练会使用手语 所以他感到更加自在 洪杰和队友偶尔还会参加龙洲赛 而去年在马来西亚举办的 不成国际龙洲赛 叫他最难忘 洪杰说 龙洲一般能够容纳20名队员 不过当时他们只有11人 龙洲队在500米项目中 同另外6支队伍一较高下 虽然比其他队伍少了9名滑手 但队员们加倍努力 不只是完成了比赛 还摘下冠军 洪杰现在也成了龙洲队队长 负责通知和协调训练时间 虽然陪家人的时间因为龙洲训练而减少了 但家人都很支持他 洪杰说 自己十分珍惜这些日子以来 队员之间所建立的友谊和凝聚力 而他本人最享受的是 夜边划龙洲 一边欣赏新加坡的美丽景观 洪杰参加的龙洲队 其实是由本地一家社会企业的 两名创办人所发起的 他们当初为什么会创立这个龙洲队 那过程当中又碰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呢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设立这个龙洲队 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报导 这个老师在取笑他的智障学生 所以感觉有一点不满不爽 所以就想用我们喜爱的运动龙洲 来表达他们也可以做到 平常人可以做这种东西 至于最终为什么会创立龙人龙洲队 说来有一些机缘巧合 看了这个报导之后 我就发了电邮给那些帮助传奇人士的协会 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运动 所以第一个回复的就是那些听障协会 所以我就从那里开始 言亮坦言 2012年创立龙洲队时 自己根本不懂手语 在沟通方面碰到不少障碍 开始的时候我完全不了解听障 也不了解他们的文化 就有一些冲突和他们的 因为他们处事方式和他们习惯 也和我们不一样 而如果发生龙洲翻覆意外 言亮说他们制定了一套应急救生程序 以保障队员的安全 在比赛之前给他们一个伙伴 就是他们坐在旁边的人 所以如果翻船的话 他们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他们的伙伴 然后他们一找到的话 他们就会在船附近 如果他们找不到的话 他们就会举手通知我们 所以我们就会跟救生船来寻找这些人 当出席者来的时候 我们会跟他讲解安全的措施 也跟他讲要注意什么 言亮表示 接下来他们希望进一步扩大龙洲队阵容 吸引更多残疾人士的加入 龙洲队现在有听障和自障人士 我们也希望扩大给市障和提障人士 也希望能借这个机会 来把这个龙洲队当成一个平台 展示给社会一个包容性的龙洲队 感谢您收看《晨光自一线》 也欢迎您浪览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还有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志音 祝您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